第八獎都是我勸喊的 都是Mr.Frank送出的 第十七號 17號 第七獎就是 一瓶古龍水 是由Mr.Darri Mill送出的 第八獎是181181 第六獎 209 209就是在Four Seasons Hotel的一個dinner 是由Four Seasons Hotel送出的 第五獎 各位幸運兒請到門口找Amy拿獎 第五獎 然後麻煩校長 Terence 麻煩幫你抽一至五獎 麻煩校長幫你抽第五獎 是兩獎香氛的 是由Mr.Bedrick Choice 第五獎是152 152 第四獎 第四獎都是兩獎香氛 180 第四獎 180 180 180 第三獎是一個 雪家Case 128 128 第四獎 第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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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萬的州 是 第二獎 是 139 139 2萬的州 第四獎 到底是 第四獎 第七獎 是 第六獎 第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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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繼續在華爾多娛樂的節奏 Vebec Vebec就是我們拔帥的王梓華 但他其實比王梓華好笑 各位歡迎Vebec 他有這麼多笑容院 Hello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Vebec 我講的中文大家都在閉嘴 不用害怕 不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我最近在Hong Kong Magazine 有一個報告 被人登了 是這樣的 Camp有拍到嗎 我想問這裡有沒有人看Hong Kong Magazine 不用付錢就不看 不過我想說 我很開心 我打算在家裡的房間掛掉 但是我發現 我整個字是這樣的 那頂上 Camp也不會給我拍 那頂上是這樣的 但是旁邊呢 就有這樣的廣告 是不是很煩呢 我怎樣在家裡掛呢 問題就是 他整個廣告那裡 你會見到 他有一個Naked的字 In case 你不知道這個人是沒有穿衣服的 然後呢 我的頭那個位置 我覺得應該是否有另一個頭 才對呢 不過我其實呢 我在香港大 我是一個懂得講中文的一個人 但是很多時候呢 在香港我發覺 我會認識很多不同的鬼魯 有些鬼魯是 鬼魯是會講中文的 有嗎 是不是 我覺得呢 那些鬼魯說中文很有趣 因為呢 他會這樣說的 今天 很熱 啊 like that 不行 即是加上尾音 你知道嗎 在西貢那裡 有個小巴司機 是西人來的 知不知道 西貢有小巴司機 是西人來的 那我心想 如果我要叫他停車的話呢 我不是應該說 麻煩你前面有了 他才會聽的 是不是 但是現在呢 香港政府呢 說我們 不可以再歧視人 那些種族不可以歧視種族 你知道現在鬼魯都不可以 叫自己做鬼魯的 知不知道 就是我覺得很慘 因為這個西人呢 用得那麼長時間 終於練好了這兩個字 鬼魯講得那麼正 現在不准講 是不是 即是他應該怎麼跟他說呢 對呀 Go over there and meet the 西方人 即是怎樣呢 是不是 但是我又有一個西人朋友 他跟我說 很想學中文 他跟我說 Teach me Chinese in English 這樣 那我想說 即是怎樣呢 你想我用英文講中文 即是 say Chinese in English 那我就明白了 我懂得做了 我第一課呢 就是教他講 add oil 這些就是中文 是不是 你英文講 但是呢 這個朋友呢 他就跟我說 我想見識一下香港的文化 那我就 既然在旺角那裡 那我現在在旺角那裡 那我現在在旺角那裡 帶他去機場打遊戲 那我去機場打遊戲 那我去機場打遊戲 那我們想玩一個遊戲 叫做街頭霸王 Street Fighter 是兩個人對打的 那你就選一個人 那每個人呢 有自己的角色 有自己的國家 有日本老 巴西老 那我玩到那個遊戲的時候 那時候呢 如果我不選印度老的話 身邊的人就跟我說 你都不愛國的 你 那你怎麼打遊戲呢 那我跟朋友說 那我跟朋友說 你有時排隊 打遊戲排隊呢 那很簡單 你想跟那個玩英國人 那你當時說 下一局我的話呢 你拿一塊錢 放在他那張桌子上 你認識就明白了 下一局我這樣 那這樣 然後呢 我們玩完之後 就去麥當勞吃東西 那我說 我去叫東西吃吧 你去找位錯吧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呢 就看到他站在桌子上 有一塊錢 放在桌子上 跟他那些人坐在那裡 他叫做 Go 即是他不明白香港的概念 但是那我們今天也說回 Echo to mong Kong 我想說一件事 因為我在網路當時呢 我不知道為何 我會常常被人誤會做黑人的 我好像黑人呢 即是 我有一次在網路逛街 接著呢 有一群HIP HOP的人 就看到我很大聲的 YOU YOU 這樣 那我 我馬上就說 YOU MAN WHAT'S UP 接著他就站在那裡 因為他發覺呢 除了YOU之外呢 他不懂得說其他英文的 他不懂得說其他英文的 他不懂得說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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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過我始終是一個外國人的 我喜歡做一些遊客 經常會做的事 我有一次去廟街 逛逛街 有人在這裡去過廟街看照 有沒有人喜歡看照 那些 Nobody believe in that Nobody OK 那我有一次去過廟街看照 那我見過看照 那我坐下 我說我懂得說中文 和我找中文 那他有一句跟我說 他說 我算到你不是本地人 即是 我可以說我算到你媽媽在那裡 也可以 然後他開始說廢話 他說 你又是印堂化黑 我整身都是這些顏色的 然後再多些朋友說 嗯 你呀 鼻孔夠大 吐氣一定快 那我就試一下 嘶 是真的不同一點 印度人的鼻孔特別大一點 另外我想問 其實在香港 大家有沒有看 就是 香港先生 大家都看過 有香港小姐 亞洲小姐 香港先生 這些東西 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們沒有亞洲先生 我很想參加這些比賽 你想想 我可以穿一條白色內褲 包著頭 吹吹蛇 然後就好像甘地 那樣 扮一下扮一下 這樣贏一下 至於趕洞都少一定贏 這些東西 是不是 喬寶寶還要爭 是 很多這些東西 但是我在香港 這件事情 我想說 其實就是 我在香港 很多時候 認識女生 真的很難 我真的不知 為什麼我認識 那些女生 每次都是 每次認識 那些很可愛 很可愛 那些什麼都會 sweet 我會sweet sweet 那我認識這個女生 有一次 那她是那些 很可愛 那我約了她出來 那我打算要聰明 我說 好吧 我帶你去吃咖喱 一定要的 是不是遲早的事 一個人不帶我去咖喱 對嗎 對嗎 那就是重慶大廈 重慶大廈那些人 在門口有很多人 在派傳單 派卡 叫你喝他們餐吃 他們那些人 說的英文 我真的不懂得聽 因為他們會這樣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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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真的有時會霧頭 霧頭的心想讀 唇都讀不了 我說 我說 我們隨便進去 我們隨便選一間 因為那裡 每一間都叫咖喱王 我們隨便選一間 這間咖喱王 2在7樓 我就上去 我們坐下 我打算叫 那女生問我 這是什麼 哇 哇 咖喱 這是什麼來的? 咖喱 這是什麼來的? 不是咖喱就是薄餅的啦 然後這些有趣的女生 她們越生氣就越有趣 她們這樣說 I lik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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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you! 然後我呆了 隨便我叫你咖喱 我叫你家裡有幾碟不同的咖喱 有些紅色、啡色的 她們立刻看到啡色咖喱 她們拿了手機出來 拍照 另外她們上Twitter update她們的status 她們的status轉了做 Eating brown food with brown men 你不是吧? 真的要這麼做啊? 我跟她們一起一兩個星期 但我真的受不到她們的態度 有一天我決定不行 我真的用來跟她們分手 那我就想了很久 我說什麼事都好 她們吵架、罵、哭、什麼事都準備好了 我約了她們出來 她們都知道有事了 她們走過來說 現在怎麼樣? 然後我說 我想跟你分手 然後她們就說 不給嗎? 可以不給嗎? 然後我就不知道 我想吃什麼? 你吃咖喱吧 然後我就發覺 其實分手都很難 我終於分手了 然後約了另一個女生 我這次決定不吃東西 好,我差一點點就受夠了 我們去看電影 那我自己就選了一套港產片去看 那我就去了戲院那裡 我就說 你不如先進去,我去洗手間吧 那我留意到 香港那些人手提電話 去到哪裡都會用到哪裡 因為我在刺眼那裡坐 然後我旁邊的人在聊電話 然後她說 現在? 我…我在裡面 然後我很大力地衝到廁所 嘶… 然後她說 這間電影有水聲的 是呀… 是不是? 那我去完洗手間 我打算進去看電影 那我今次看港產片 是中文的 我進去的時候 站在門口的人 他就很大聲說 然後我跟我說 Sir This movie Chinese only 然後我跟她說 I… I can speak Chinese 然後她跟我說 No, you cannot 嘩… 你挑戰那些語言能力嗎 現在 做什麼事 不過我想分享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第一次認識我 都會跟我說 喂,阿Viv,你一個人來的 那你以前是不是很窮啊 我想跟大家說 印度人不是窮 我們是cheap 我們不是沒有錢洗 是不用錢而已 就是… 就是… 我從小到大 就是我整個家都很窮 我爸爸是… 我… 就是這麼大 我覺得最親切給一個人 我記得呢… 阿翔 但是可能有些人認識她 但是… 你兒子說你很窮 不是… 那我爸爸… 我記得那個時候 應該是18歲左右 那我第一次去找一份工 那我見工 那我爸爸就叫我來跟他聊天 那我心想 OK 我爸爸應該可能跟我分享 一些見工的 strategy 怎樣跟老闆聊天 怎樣… 怎樣… 那我當時穿西裝的 full suit 皮鞋什麼都齊 那我就坐下 然後我爸爸就跟我說 我爸爸說 兒子 你呢 現在穿的皮鞋呢 不要一陣子有什麼事 就去中環 找些拆鞋 拿20元幫你拆一下 不要這樣做 不要這樣做 你只不過呢 自己帶些polish 塗些polish上去 找最近的行人電梯呢 拿些毛毛仔 那就可以了 去到尾拆不完 就拿回去 然後再拿回去 是不是 我老闆經常都說 我交了稅 那個電梯是我的 是不是 不過呢 我真的知道 我爸爸去駕 電單車的 motor cycle 那他呢 發覺香港呢 有一條例呢 就是說 如果你包圖的話 你是不用買頭盔的 我爸爸轉了他的教育 寫黑教 為了省那235元 他轉駕 他轉駕 不理了 真的 你 不過其實很多東西 我從小到大都不知道 其實是便宜的 覺得很正常 我以前在家 我和大家分享 其他 例如你去一個印度人的家 你第一樣東西 就是去看一看雪櫃 一個印度人的雪櫃 一定會有一格 會裝滿一包包茄汁的 就是麥當勞 KFC 那些免費茄汁呢 整格 只裝了茄汁 而那格的下面呢 就會有一瓶茄汁 在那裡 那我從小到大 如果被爸爸罰的話呢 他就會跟我說 你去那裡 幫我倒滿那瓶茄汁 一包包要開 要倒倒倒 這樣 就是我現在看回記憶 我就會覺得 哇這些很正常 但是現在 有些朋友會覺得 哇這些很便宜啊 那我們有一次呢 我們有些客人 有些客人 有些客人來 我們都站去探望我們 那我們的雪櫃呢 那些一包包茄汁呢 就沒有了 那些茄汁 很少茄汁 你知道爸爸做什麼嗎 他拿那些茄汁 加點水 熬勻它 然後跟我們的客人說 這些是低卡路里茄汁 多聰明啊 是不是cheap 還是rebranding 是不是 不過我發覺 我從小到大 這樣的cheap cheap 令我個人好像 有時我cheap 到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次 我早上好像 應該六點鐘 我要去機場接個朋友 我就是坐的士 和我坐的士去機場 那我就在隧道那裡 那的士司機 因為那麼早 他就開始睡覺 他就開始睡覺 少少 黑眼睡 你知道呢 通常那些人的自然反應呢 就是會吵醒一個司機的 對不對 我的自然反應呢 就是 按個停滯 在錶那裡 然後才吵醒一個司機 對不對 然後我們去到機場呢 那個錶寫著19個換 然後我就終於知道自己簽得怎麼樣 因為我給了司機 給了20塊錢 跟他說 就有錢 麻煩你 五毛子也不虧 對吧 五毛子是膠袋 五毛子現在 但我記得以前 我讀書的時候 我以前有參加朗總的事情 以前我參加中文朗總 那些老師經常跟我說 參加吧 挺好啊 挺特別啊 你贏的機會高一點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中文朗總呢 要這樣轉頭 要這樣 從前明月光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小時候 像我印度人呢 我就會這樣 從前明月光 因為我洗衣機呢 轉兩圈就會轉另一圈 然後又壞了 你贏不了獎 真的 不過呢 我身為一個印度人呢 印度人呢 有些很怪的人 我家人呢 有個很怪的uncle 他有些 就是吃煙的 就是chainsmoke 那樣 我小時候 有一次他來我家吃飯 那這個uncle呢 他就是吃素的 不吃肉的 那他有一次呢 站在我家門口那裏 吃煙 那我好奇問我uncle uncle 其實為什麽你要吃素 那你不吃肉呢 然後他看著我這樣 唉 因爲健康問題 好奇奇怪的 對不對 那有一次呢 我跟uncle要去 飛去印度 有人結婚 我們飛去印度那裏 我們臨上機之前 他會吃彈煙 那我機場很多時候 坐在那裡吃煙的 要去吸煙室的 那他跟我說 喂 你陪我一起去吸煙室吧 那我自己不吃煙的 但是那個問題是 那我陪他去吸煙室那裏 那基本上 你進到那間房 你不吃煙 沒有事要做的嘛 就是我好像那些 樂D 有很多那些丫頭 站在那裏看女的那些 就是看著那些人吸煙 那些人在那些disco那裏 都可以跟著那些音樂 這樣動一下頭 這樣動一下頭 耶 那臉不錯 就是我在吸煙室可以做什麼 這樣 沒有用的嘛 是不是 那我不斷在那邊吸那些二手煙 那樣 我忍住 因為我感覺到自己快想切 但我忍住了 忍住了兩三分鐘之後 我就頂不住 我唯有 我真的要切 那樣 我就這樣忍住忍住 然後 然後我伯父很認真對著我 他說 我忍住嘴 然後我想問 你吸煙室 你覺得我的菌會影響到你嗎 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就是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就有個廣告叫做 Say No To Drugs 對毒品說不 有沒有人聽過這個廣告 有沒有見過 見過 大家都是香港人 出過街都見過 對不對 我想問其實這個廣告 是想怎樣 就是你想我看到 跌白粉 然後很大聲就說 No No 我不好明白 然後現在政府有一個新的廣告 就叫做 Say No To Racism 對棋子說不 我又是不好明白 就是你想我怎樣 看到那些鬼佬的嗎 No 是不是 他們就拍了一個電視廣告 他們就找了我做一個演員 那是這樣的 OK 前面有一個鏡頭 然後有一個香港人 在電視廣告 對面看見我 就很大聲 就說 Hey 鬼佬 然後我就對著鏡頭 這樣 No 我看著這個script 我看著一個字 真的嗎 一個字 導演就跟我說 More passion 多些感情 OK 試一下 OK No 然後他說 OK 那個passion挺好 但要保留印度人的角色 我不是很… 你想我怎樣 真的想這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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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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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加一把計劃 講兩句話 剛才李俊 即是我們的MC 講了一個Dogbag 就是之前我們那個Fundraising 其實不是Fundraising 是一個Capital Resources Dogbag就是張宁偉和Harris簽名的 現在已經去到五萬元了 剛剛我們是和校長談過 校長是很希望可以去到八萬元的數 校長就建議我們這位 Jankong的師兄阿肥佬Selwyn 出來說兩句話 說什麼呀 八萬元 這個 非常 其實Dogbag不是只有Dogbag 是有棍子在裡面 所以他很划算 Decimut上次贏不到 今次一定要拿 Decimut上次贏不到 今次一定要拿 Decimut上次贏不到 不是啊 他說Tonbus要拿 拿不到嗎 買吧 很簡單 九折七萬元 那邊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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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兩句 我都要給校長說 八萬元 Selwyn 八萬元 這麼容易屈 有 有 有 張遠廷 張遠廷導演說 這麼容易屈 我們不是屈 我們其實不是屈 人家都是出自身的 首先我們籌到的錢 是會放進 DSOBA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The money we raise will put into the DSOBA Charitable Foundation In fact I want to say This foundation is actually managed by a group of old boys as directors And the head of the DSOBA Charitable Foundation is all we know Arabama And together We have